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普是一个品牌 它开创了越野车的先河 它的车型咱们国内有很多 有一些是比较纯正的越野车 硬派越野车 它还有一些城市SUV 比如自由光 指南者 还有自由侠 那是城市SUV 跟这个越野车就不一样 这个车有棱有角 方方正正 充满了越野范 男人气 这台车是09年白分上牌的 3.8升的四驱 硬顶的两门版 萨哈拉这种车跑沙漠什么的 还是非常强悍的 它这套越野系统是专业级的 我们看一眼这个车的配置 对越野车来说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是必须的 因为功率和扭力得足够 尤其是扭矩 四驱的 硬派的 还有什么呢 车载电视 安全机囊 ABS EVD ESP 这个车有车载电视 导航倒影 手动的天窗 这个硬顶可以拆掉 变成这种敞风车 到夏天 到沙漠去浪一下 绝对拉风 车组进行了改装 非常炫 这个红颜色 金属漆 珠红色 也是很个性的车型 个性的颜色 价格现在只有14万左右 当年这车办完53万多 车况非常好 喜欢木马人 喜欢硬派越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坐进基辅木马人的驾驶舱 你会感觉到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地方特别的多 这个车方向盘 大小失踪 看一眼这车的配置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然后巡航定速 大屏的导航和倒影 自动空调 自动挡的变速箱 带加力挡 高低挡 这对越野车来说非常重要 大灯高崖可调 ESP可关闭 在脱困的时候是需要它的 然后巡航定速 手动天窗 而且棚顶可以拆卸 真壁座椅包裹性非常好 红颜色的 跟车身是呼应的 这个扶手 这是吉普的很多车型都有的 音响进行了改装 由高音头 看一眼这车里的配置 USB接口 都齐备 这是它的中央扶手 除物格也比较丰富 这几层 后排座椅 对于两门版的Sahara来说 就是应个急 放个包包 拉个宠物形 因为毕竟是两门 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用的 后排座椅进出需要折叠副驾驶座椅 才能进去 总体来说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车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开一看 吉普木马人的车尾造型也是很有越范 小书包款的 它的尾门开启是这样 可以把这打开 然后后风挡玻璃可以单独开启 整个这个硬顶是活的 可以拆除 大家注意到这里面没有 这是越野车的防滚架 这是一般纯正的越野车才有 这个硬壳可以整个拆除 这个座椅可以折叠放倒 立起来以后空间也相当的大 如果要是用于婚庆的话 他们也有用它做摄影车的 非常方便 有棱有脚 方方整整 给人的感觉就是硬 纯正的硬派越野车 价格便宜 14万左右我们就能拥有 当年这车办完可是50多万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吧 好 这台木马人撒哈拉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胡看汽车 点击并留言 吉普木马人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 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 感谢观看